在調電處八年 台電總工程師藍鴻偉 叫他調電大王不誇張 全台電力都靠他指揮 很壞 最惡意的情況 最壞的情況都集中在那一天 的確是有限電的危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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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中最壞的情況就是 5月31號當天飆高溫36度 供電亮出今年第一顆限電警戒紅燈 甚至逼近限電準備的黑燈 台中火力發電廠六號機 當時托管跳機 合一合二又無法運作 簡直是前院失火 後院也著火 當天我們到最後 幾乎到所有的發電機 全部都點滿了 能夠上來都上來 到最後只剩下抽搐 因為抽搐 我們是可以說是牛捧的最後一招 電怎麼調度 東森財經直擊全台供電心臟掉電觸中心 全人緊盯面前五台電腦 掌握所有資訊 頻率我們看到60現在60嘛 對不對 那個頻率一直掉一直掉 我們心臟就跟著準備要跳出來一樣 531當時他們眼睜睜看著備用電力一路跌到僅剩56.4萬千瓦 瀕臨限電警戒50萬 大牆上投影燈是全台發電機組狀況 該用的全用上了 慘的是這一行要看電吃飯 像蘇敵樂颱風賣療發電廠三組機組跳機 光找電就是大挑戰 今天去年的蘇敵樂颱風 那個像這個賣療呢 它的電源線呢 兩條線一起跳 它散步機全部就一起死掉 看來台灣到底缺不缺電 恐怕只有第一線人員最清楚 東森財經新聞 謝雲林李昂麗 台北三文報導